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就是目前效率于天津全间的中场大将赵旭玉 这位33岁的国族常客 至今是还没有女友 尽管33岁的职业足球高龄 但是赵旭玉的能力 在国内还是数据一指 在中朝云赛能昆的风生水起 年薪至少也是百万到千万级别 如果说要带名牌开豪车 带美女也自然不在话下 但是赵旭玉就是那么朴实 前段时间去西亚T热身赛回国 基本上国脚们都可以看得见身上都是名牌 就是赵旭日最独特 穿着国族的T恤衫很接地气 赵旭日对于中国球迷来说并不陌生 18岁就入国家队 也是中国国家队历史上最年轻的出场球员 在效力广州恒达期间获得三次中朝冠军 16年以700万年新转头天津全线 即便年薪百万 但他开的车跟其他国脚的相似甚远 区区三十万左右的老款 奥迪A4很低调 更另外见识经的是 这样的一位中国足球红人 却至今没有女友 也没有飞文女友 面对这样的疑问 曾经郊训日在一次采访中表示 从小自己和母亲长大 与母亲相依为命 母亲是自己最深的牵挂 希望更多时间陪伴母亲 并没有考虑自己的婚事 不得不说赵旭日是个孝顺的孩子 如今到达这种地位的球星 很少有这种一心一意 照顾自己母亲 而把自己终生到是个一边的人了